KBOL偶像总是在聚光灯下 所以他们的一些小动作 很容易被眼尖的粉丝注意到 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因为如此 许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 仍然是一个谜 1.MonstarX 蔡恒元想要说什么 MonstarX声援蔡恒元 多年来为粉丝们提供了许多表情包 但他最受欢迎的表情包之一 是他在粉丝签名活动中 拿起麦克风 似乎要说什么 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只是喝了一口咖啡 而他想说的话 最终也成为一个谜 2.少女时代孝渊对许贤说的话 早在2011年 少女时代就参加SBS韩国流行音乐节 在活动进行期间 成员孝渊和许贤的粉丝视频在网上疯传 在这段视频中 可以看到孝渊真认真的与许贤谈论谋事 而许贤甚至对所听到的内容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现在十多年过去了 粉丝们仍然想知道 孝渊在分享什么有趣的秘密 3.仿男少年团致敏和Trust定年的关系 多年来 在BTS成员致敏和Trust成员定年的粉丝视频被在线分享后 粉丝们一直想知道他们之间的争执是什么 粉丝们甚至开始密切关注两人 以更深入的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 结果提出了几种理论 例如他们的关系已糟糕的结局告终 或者他们两个完全不喜欢对方 当然这在KP社区中仍然是一个谜 4.BTS救国给J后发的信息 在BTS的真人秀节目中 可以看到成员们在一起讨论一些事情 而其他人则在打电话 在这里目光敏锐的粉丝们注意到了 救国与J-Hope之间可疑但又搞笑的互动 救国厚着脸皮给J-Hope发了一条信息 J-Hope最后笑眯眯的看着救国 直到今天 粉丝们都想知道 救国送给J-Hope的是什么 爱的寒舍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